张老师送给大家一句话 当你不舒服的时候 就是你需要成长的时候 所以我的运营 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说张老师 618的课 我首先自己先买一个 学习一下 我原来是一个优秀的一线 我原来是个优秀的操盘手 未来我要成为 我能够批量化复制 更多的操盘手 哇 太棒了 所以当你从一个一线 变成一个主管的时候 你的角色变化了 你要学会给团队制定目标 搭建班子 培养下属 所以你得带出徒弟 你才能够成为师父 因为你不可能永远做徒弟 可是怎么带徒弟呢 张老师给大家分享 618的课程 因为张老师也是 从大学毕业一步一步 从员工到主管 到经理到总监 到总经理到执行董事 然后到集团公司的负责人 然后再开始创业 那么我非常清楚 我们每个在职场奋斗当的人 你应该怎么样 做好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和领导者 所以张老师 这17年的时间 我们陪伴了那么多企业的成长 也见证了那么多 优秀的企业管理者和高管 我们把这套 如何成为优秀管理者 和领导者的成长模型 我们把它变成618的课程 教大家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 优秀的领导者 让你的职业生涯 迈向一个更高的维度 好 我在课堂上 等待大家 不见不散 感谢观看 我们下来 再次看到